Cabin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為你們介紹我們公司在夏天滿暢銷的幾款商品 那就是我們的雙淇淋的浴飯粉 早在我們之前已經陸陸續續介紹過好一種口味了 今天最主要要推的這幾個產品 我們來看看 今天要推的就是有那個 最右手邊這一包是漫月門的雙淇淋粉 那今天帶來一點點水果系列的呢 就是漫月門還有我們的一個紫葡萄的一個口味 那當然還有一個那個黑芝麻 還有我們的一個日本海原的一個風味 那我先來講這一個黑芝麻好了 那黑芝麻粉是我們國產的廠商 它用黑芝麻把它磨成粉之外 把它添加在這個食材裡面 另外呢中間這一款呢是我們另外呢 我們在日本的看到它有一個推一個所謂 甜中稍微帶一點點會顯得的風味 那就是日本海原的一個雙淇淋 那另外呢 漫月美跟葡萄這兩隻呢 就是我們標準帶有一個水果蒜味 一個系列的雙淇淋風味 那後面呢很多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一家 這一家日本的一個品牌 就是Nisset的一個雙淇淋機 那在很多的日系的百貨公司 或者是美食間裡面呢 你可以常常看到這一種 而且Ni SSEI的這一個品牌 國內的代理上是以上國際的 那你們有興趣呢可以去找它 那第三種呢 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很多在做冰淇淋的業者 他們用最多的一個機牌 就是用到所謂的 義大利進口的一個冰淇淋機 那不可諱言 他們在整個壓縮機的一個製造 或者是說在整個一個 攪拌缸的一個製造 義大利的機牌呢 也是我們吉利所推薦的 那可是客戶不常會問我們呢 那個當然的 每這個雙淇淋 大概可以做多少次 那在這邊呢 我們還是要跟客戶報告一下 就是說 你要看你的雙淇淋 搭配你的杯子 有這麼多不同雙淇淋的一個 杯子的一個造型 你的容量都不大一樣 那這個就像是 曼大王他們在專用的 那不同的杯子呢 它乘雙的一個容量也不大一樣 所以說我們只能簡單的這樣子 去做換算 那等於就是說 不含電費的話 那每一次雙淇淋 攀這個所謂的這個 冰淇淋的 酥杯或者脆杯的話 它的成本大概不會超過五塊錢 那你的容量等一下 如果是說你都不加水 你就加純鮮奶的話 那你的成本可能會跑到 每一次的成本 可能會跑到七塊錢左右 那相對而言 外面在賣的可能 一直都賣到三十 三十五 比較便宜的還有二十二十五 那相對而言來講的話 它的毛利率其實是很高的 那這個呢 就提供給各位去做參考 不要忘記了 用好的機器呢 搭配好的原料 才能做出好的一個口感 那我常常會提到就是說 以這個 雙淇淋這個產品來講的話 如果你的機器選擇是不對的話 那可能 你沒有辦法去投資這個機器 那可能就不要再去考慮這個產品了 OK 那我們講那麼多呢 我們先把它打起來好了 我們來看看它怎麼後面的一個感覺 你以為這個技巧 我可以跟你講 你的風格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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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